佛教振兴会特别选在嘉义市举办观音圣诞法会 中华新密佛教振兴文化协会 六年前为庆祝观世音菩萨圣诞 第一次在嘉义市议会举办法会 当时与会信众在法会后 亲自体会个人乃至家庭和生活上的转变 深感佛法加持的真实与殊胜 因此每年观世音菩萨圣诞这天 都会在嘉义市议会举办 六年来没间断过 佛教振兴会在本会指导上师 第五世哭顿尊哲永众尊哲 恒信加措仁波界的指导下 已经连续在嘉义市议会举办六年的祈祝活动 就由观世音菩萨圣诞的吉祥日 在这边起办殊胜的祈祝活动 希望国泰民安 嘉义市政吉祥昌隆 台湾整个社会经济都能够和平繁荣昌盛 在恭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庄严泛败声中 不仅令全场信众 感觉到心灵的宁静安详 更能亲自感受 来自大碑观世音菩萨的巨大家持力 十方法界无拥取嘉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